王曼玉赛后,第一场比赛很兴奋,后面会越打越好 3月11日,WTT新加坡大满贯,继续进行着女单首轮的争夺 是拼赛冠军王曼玉,面对中国台北选手刘新颖 实力完全占据上风的王曼玉,并没有让比赛存在太多悬念 很快他就以11比6、11比1和11比7连下三局 从而以总比分3比0击败对手顺利晋级 赛后王曼玉表示,第一场比赛很兴奋,积极调动 希望自己能快速进入状态,第一场适应的也可以 打出来的跟自己想象中的一样,后面会越打越好 谈到WTT新加坡比赛,王曼玉笑着表示,去年就打了一场 所以对这个比赛说熟也熟,说不熟也挺不熟的 下一场希望自己做好准备,一场一场去打